游行天堂东区 向来是长男美女逛街 虾品的胜地 但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 大安区开的第一条道路 可不是人身顶沸的中校东路 而是知名学区和平东路 另外在仁爱路圆环附近 如今豪宅相伴林立 不过在当年被人称为大使馆街 到2015年我们诉说 大安区的前世今生 到我们今年 我们所推广的 也就是我们大安区古迹的故事 也就是我们整体 希望借由走读大安文化节 将我们大安区的过往的历史 借由整个活动呢 我们邀请所有的民众 一起来走读大安 了解大安 老一辈人或许还有印象 现今的敦化南路 仁爱路 中校东路 延级街这一带 是一个叫做大湾的皮塘 到了1970年代中期 中校东路四段 还是一片绿油油的稻田 还有现在每天上班堵车 严重的市民大道 则是当年火车行走的 蹄肌楼 搜狗非常热闹的一个 东区的商圈 以往过来的话 要划小船 要划粥来这边 那旁边都种了田 那这种东西可能是 大家所不能想象的地方 所以说以往大安区 是相当充满农业的社会 那所以说以前我们 如果真的大安来讲话 在我们在一些的 某些的地方文史学者 在研究的话 在大安区这个叫城外 叫城外 其实真的城内 他们在讲城内 就是现在的邦嘎 邦嘎大同区 保存30年来 大安区著名生活的点点滴滴 以及从2012到2015年的 走独大安文化街展览成果 到6月底前 大安区公署也欢迎民众 一起探索大安区的摆变风貌 以及不为人知的人文故事与生活 记者顾参永 沉默岛 25年改正台北市全 谢谢大家